HELLO, OUTLANDER的車友們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做直播分享的 當然在 OUTLANDER裡面一樣是 OUTLANDER 今天要做的進度呢 是要安裝KT的道路板避震器 現在車主的需求呢 要稍微比較高一點點 前面的話大概是要預留個五指幅左右 後面的話大概是四指幅 這台是白色的 11年款的樣子 2.4 這台是二輪驅動的 我們把鏡頭轉過來 然後再介紹一下那個產品的部分 這台呢目前都是原廠的配置 借個燈一下 前面的避震器 之前有安裝的時候也都有在群組裡面開直播 前面的彈簧公斤數呢 是200長期公斤 配的是直捲彈簧 因為這個是單桶的嘛 所以它配的是直捲彈簧 那KT的避震器 有附上座 有附所有的配件 原廠的拆下的零件呢 都不用再使用了 前面這一條呢 是200長期公斤的 那等一下這樣調整到這樣長度呢 它的車高大概是五指幅左右 那最低呢大概是會半指幅 哈囉小豬你好 這個也是小豬的車友耶 這一台是裝的是道路板 那調整車高的方式 它並不是靠壓縮彈簧來改變車高的 並不是靠壓縮彈簧 所以它是靠腳管的相對位置來調整車高的 所以調整高跟低呢 整體的乘坐感覺呢是差不多的 那今天要調整大概到五指幅啦齁 所以如果我要再降低的話呢 會把這個銀色的托盤呢 從這個方向把它鬆開之後呢 腳管 藍色的腳管往上縮 它的整體長度變短之後 車高就會變低 那我如果再往下延伸的話呢 車高就會變高齁 所以這個是KT道路板的調整方式 那阻尼呢 軟硬的調整呢 前面很單純 前面我們把引擎室打開 引擎室打開之後呢 在這個地方呢 KT就有附這個強化上座 而且這個上座的軸程呢 使用的是日本KOYO的軸程 那阻尼的調整呢 從這個地方做調整 像我這個方向 順時針呢 H 往H的方向轉 再輕一點 這個方向呢 就會變硬 像這樣有兩段一格一格的手感 往S方向呢 就是變軟 一共阻尼的話 有30段的可以調整 那今天的話 先把它固定 大概在剛好中間的位置 15段左右 那原廠的話 有附一個防塵蓋 調整完畢之後呢 還要再把防塵蓋蓋回去 防塵蓋裡面呢 有三顆螺絲 這三顆螺絲呢 對準孔呢 就是要對準上座的 那個螺絲孔 然後它有一個 旁邊有一個扣具 這邊翻起來 這裡有一個扣具 所以要扣住這一個板件的地方 它才不會脫落 但是我只有一隻手 所以不太好扣 好 OK 這個是前面安裝好 完成之後就會像這個樣子 那如果日後要調整阻尼的時候 把這個稍微掀開 從裡面就能調整了 哈囉 佳燕你好 那用料的部分的話 之前有安裝過好幾部 也都有稍微介紹過了 KT所選用的主尼有 是義大利IP的主尼有 是一整桶從義大利進口 並不是授權在台灣 在做混裝的油品 所以它的 有的穩定度也好 還有抗衰退性 消耗性也好 都有一定的水平 單 單價就是高了一點 就是它最大的缺點 IP的主尼有的話 單價比較高 那裡面的油封的話呢 所選用的是 日本NOK的油封 用料的部分的話 KT都用的還蠻不錯的 那這一台 ABS感應線 還有油管固定架呢 它原廠就有做一個拖架了 有做這個拖架 只要把這顆羅帽呢 把它鬆開之後 再鎖回去就好了 那KT也有做一樣的位置 做一樣的固定方式 所以這些位置呢 就不用用束線帶了 那至於離載串的部分的話 KT的前面的離載串 是要沿用原廠 並不用再改強化 也不用改短 因為相對的高度啊 它的高度跟原廠一樣 所以離載串的話呢 用原廠的規格就好了 不用改短 好處是什麼 好處是 它用原廠的高度的話 它所 這個是賣花層的結構 如果在轉方向盤的時候 它其實是會移動的 那移動呢 這個角度如果改短了之後呢 它作動的角度需要比較大 所以離載串的壽命呢 就會變得比較短 所以用原廠的離載串的好處呢 就是壽命 離載串的使用的壽命呢 會稍微長一點點 這個是 它KT前面所設計的地方 那ALLEND因為調整主理很方便啊 前面把引擎蓋打開就能調整 後面的話 看一下有沒有裝好了 輪胎的部分的話 目前這一台車都還是維持原廠的規格 後面的安裝上比較繁瑣的部分 應該是要需要把飾板把它拆掉 正常來說 如果拆變器的話 是不需要這麼麻煩 可是 為了要做一個阻尼調整的延伸機構呢 所以需要把這個地方 飾板把它拆掉之後 裝這支延伸的調整桿 從這個地方呢 就能調整阻尼了 不用再把一整支的避震器卸下來 一整支避震器卸下來 調整的話會 對車主來說的話會比較困擾 因為 嗯 一般沒有 沒有 機具的話 工具的話 也不太有辦法把避震器卸下來 這是右邊 右邊的調整機構 那右後方的 避震器的話 在這裡 KT的話 有附上座 有附 那個緩衝的饅頭 彈簧跟腳管 這個 這個腳座的話呢 最主要就是用意啊 他能夠調整車高的部分 他調整的方式呢 跟早上 我們早上 裝的是 後面是脫衣臂 多連桿的系統 那這個系統的話呢 他直接從 腳管的 跟前面的調整方式一樣 有的懸吊系統 像這二代的3.0的話呢 他的懸吊系統 就不是這樣子 他是彈簧跟避震器是分開的 那調整方式的話 就不太一樣 這一台的話 2.4的 二輪驅動 或四輪驅動的底盤 後面後部的結構 都差不多 那調整車高的話呢 一樣從這個地方 把它鬆開之後 藍色的腳管啊 往下延伸 他的整體長度變長 他的車高呢 就會變高 板子的話就是縮短 就是變低 那這一台的 如果不指定 一般這樣的設定的話 最高啦 最高的後面的話 輪胎上緣到葉子板 大概是四指幅左右 三指半到四指幅 這個已經是最高了 我們之前有 要定做大概六指幅左右的 那個就要特別要交代 KT的那個小編 才會做定做的版本 不然他正常的版本呢 最低的話 大概是一指幅到半指幅 一指幅左右啦 那最高的話 就像等一下會裝上去的 就大概是三指半到四指幅左右 這個是車高度的部分 之前也有跟大家介紹過的 如果呢 車 如果奧倫德的車友 有後面的車高 也要降很低的話呢 那就建議呢 要改楊角調整器 因為如果車高降很低的話呢 它的後輪的角度呢 會變得 Camber會變得比較趴 所以就可能會造成 失態的狀況 那就需要改楊角調整器 把後輪的Camber角度 校正回來 如果車高沒有要降很低 像今天的話是大概四指幅左右 跟原來的車高改變並不多的話 就不需要改裝養角調整器囉 那後面的彈簧 我們配置的是七公斤 現在前面跟右後都裝好了 只有剩下左後還在施工當中 輪胎的話是延長規格是2157016 這樣看不到 這是2157016 這是拆下來的一些飾板 並不難拆啊 但是要花一點時間 這是原廠拆下來的那個避震器 那使用一段時間之後 在Outlander 一定會會變得有點斜度 然後這個的鐵套呢 會往上挪 這個都是很正常的消耗 車友的這部車已經使用 大概十萬公里左右了 所以前面的避震器呢 也有稍微有剩油的狀況 這個都算是很正常的消耗 KT的話 油封用料不錯 要使用到 使用到換衣室阻尼友有裂化的時候呢 也都是可以拆修的 原廠的話可能壞掉的話 用維修的方式是不划算 所以一般來說都是換一整支 那KT的話 裡面的油封跟主尼友呢 萬一有裂化的時候呢 就可以把它來工廠這裡 把它的裡面的主尼友 把它全部細部分解之後 換裡面的主尼友跟換裡面的油封 而且還可以繼續享用保固喔 好 這個是Outlander的那個安裝直播介紹 下一次如果有在安裝Outlander的話 一樣會在家族裡面跟大家做分享 如果呢 車主 車友們呢 有需要試乘的 可以跟那個車友啊 小豬 朱詠玉 可以跟朱詠玉聯絡 因為他很熱心 如果有車友要試乘避震器的話 都可以找他試乘 因為一樣的車有試乘的話 會比較找到 是不是自己想要的避震器 好 OK 那今天的直播就到這裡喔 謝謝大家 掰掰